签约某成人网站 退出国家队 这样的操作 你是不是看傻了眼 没错 他就是WNBA第一中锋 伊丽莎白坎贝奇 身高2米03 体重100千颗的他拥有 出色的身体天赋 他是第一位 在奥运赛场上 完成单手批扣撞举的女篮运动员 从此火爆了中外篮球圈 在WNBA的赛场上 他有过单场53分的炸裂表现 刷新了WNBA得分记录 他本有着美好的未来 却为何选择下海经商 作为WNBA的第一中锋 他的年薪只有十几万美元 一年赚的 还不如詹姆斯一场比赛挣得多 实在少得可怜 恰好此时某成人网站找到了他 想邀请他一起拍摄一些 不可描述的作品 一开始的坎贝奇是拒绝的 但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根本花不完 在和亲朋好友商量过后 他最终做出了决定 签约该成人网站 不过由于坎贝奇高大威猛的身材 很多年轻人对其不感兴趣 导致他的收入非常低 无奈只能再次重返职业赛场 前不久 坎贝奇做客了 伊巴卡的一档美食节目 热情的坎贝奇 一上来就给伊巴卡 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坎贝奇和伊巴卡的身材 相差无几 在此我有个大胆的猜想 他俩结合一下 生出的孩子 会不会称霸篮球圈呢